Sup 透透教 今天歡迎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們先來瞭解 為什麼八十五焦段會被稱為人像鏡黃呢 因為第一個 八十五焦段通常有很好很好的前景深 前景深是什麼意思 簡單來說就是虛化效果非常好 因為要把它扒開講就有點太複雜了 簡單來說就是虛化效果很好 再來第二個就是拍攝距離有限 是什麼意思 它的對焦距離通常是比較長一點 你沒有辦法靠很近的對焦 所以你得離你的背色主體有一段距離 那有人就會問啊 這個是優點還是缺點 那就要看了 如果你是在室內拍攝的話 它可能就是缺點 因為你很難對的上焦 如果你在室外拍攝人像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優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被拍過 如果各位不是像我們這樣一般的博主 時常對著鏡頭講話的人 很多人看到鏡頭都會啊 膽怯 畏懼 肢體都變得很不協調的那種感覺 但是85焦段因為它的對焦距離有限 所以它通常離它的背色主體 是有一段很舒服很微妙的距離 那當模特跟攝影師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其實模特是很輕鬆很舒服的一個情況的 這樣反而拍出來的照片會更自然 表情更微妙 畫面看起來會更舒服一點 好那85焦段除了拍人還有什麼用處呢 85焦段我時常拿來拍攝視頻的B-Roll 因為85焦段是屬於中長焦 它通常是可以打得比較遠一點 那像假如我看到建築的 它的頂可能會覺得比較好看 或是遠處有某一些地方比較好看 我85焦段去拍有獲得景深之外 也可以獲得很好的畫面質量 因為我很常常會拿85焦段配上升格慢動作去拍攝我的B-Roll 因為這畫面實在是太舒服了 講到85焦段我真的超想跟各位分享一位保障博主 沒有錯 它的小紅豬名字叫做郭南系 大家機梅們趕緊去關注它 它的畫面實在是太好看了 它真的是保障我的機梅們 我真的不誇大其詞的說 是它是它讓我有衝動想要購買一顆85定焦大光圈的鏡頭 因為它拍攝的畫面實在是太好看了 它用廣角定焦跟85定焦去拍攝 去交叉畫面 那個質感真的是 OMG 真的是如痴如醉你知道嗎 我真的買85就是為了等我家的寶寶 長大可以走路的時候 我就要拿85配著穩定器 學郭南系拍出這種很有很有質感 很浪漫很浪漫的這種畫面 大家趕緊去關注這位博主郭南系 它的畫面真的可以讓大家學到很多 真的可以讓大家學到很多 好那今天85定焦我們就介紹到這了 我們下一期來跟大家介紹 各個攝影師又愛又恨的一個鏡頭 小白兔 沒有錯70200這個焦段 那下一期的話就是我們焦段介紹的最後一期啦 如果大家還想要了解什麼焦段 可以在評論下告訴我說 你們有想了解什麼焦段 我再去把它扒開來跟大家說一說 好啦那今天視頻就到這了 如果這期視頻對大家有用的話 記得幫我點讚關注分享一下 那記得去關注一下這位博主 嗯 他的畫面真的很好看 好啦我們下一期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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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除急